他打死不扔掌 我就打死他 你覺得最多可以借到多少 他輸我女朋友 有多少就借多少 要買教科書的錢被偷了 那就借他 然後借了之後他拿去改車 氣瘋 哈囉歡迎收看 下雨關車站 我是楊軒耶 我是香菜 還沒訂閱Cobi 鬧大學的通信給你們三秒鐘 3 2 1 都訂閱了吧 香菜 你可以接受另外一半 一直跟你借錢嗎 如果是小錢的話 應該都還好吧 一百萬是小錢嗎 小錢 小錢 誰也 欠我錢 好啦那 如果小錢是那種 10元 100元 1000元那種可以嗎 這種應該都可以吧 就是如果是另外一半的話 通常 比較不會計較這些 那如果他是 每次都不帶錢包 然後一直一直跟你借錢的話 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是一直一直 然後真的很長的話 我可能就 也不帶錢包了吧 怎麼樣 會不會沒有錢 我自己是覺得 互相是OK 但是 絕對不要故意 因為故意真的 讓人家感覺很不好 今天就來問問看大學生 如果另外一半 一直跟你借錢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 那我們就說爸爸 GO 我想問一下你有跟別人借錢的習慣嗎 不太有 有過幾次啦 有時候可能出去唱歌 錢不夠 對 那你會主動還人家嗎 我幾天就還了 對方跟你借 23890塊 就還是要還 因為那數字比較大 他打死不認賬 有吃飯可能忘記領錢 如果是朋友跟你借錢 然後他忘了還的話 你會介意嗎 可能就會跟他講 你上次好像有錢沒有還我 上次什麼時候啊 吃飯啊 什麼之類的 有嗎 然後我被他 直接被拉入黑名單 圖傳三遺 沉穩 有啊 沉穷 他一定有的 你印象最深是借了什麼錢 那時候就跟朋友借了 快一萬多 去改車 跟他說因為 結果怎麼 被偷走了 能不能借我 我現在還不知道 你還他了嗎 還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 要奉勸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改車的一些 那你覺得情侶之間借錢是OK的嗎 OK啦 就是你老實跟我講的話 說Baby我想改車 他把車子變成 粉紅色的Hello Kiki 下面後面還有一隻 小貓咪娃娃可以飄 貓咪可以啦 我也喜歡貓咪 太忙了 好反差喔 會還我嗎 但那個車你也可以騎啊 你看粉紅色的 佩妮哇好可愛喔 猛了太猛了 對啊我們可以一起拍張照耶 你看粉紅色的車車 我還能吃飯的話就借他 不可以啊 不過我要看情況耶 救急不救窮啊 他如果真的窮到就是三餐不濟 然後說你怎麼都不救我 我真的肚子很餓 那肯定是要救一下 我會救幾次 可是你到後面 如果一直持續的話就沒辦法 那假如他後面就是努力的改善了他的生活 可是他之前的錢一直沒有還你 等他哪一天真的有閒錢 換我再說 我最近剛好就是 肚子有點餓 都沒有錢吃飯 你要不要借我一點錢 你要借多少 嗯我想一想 一天吃飯假如只花50塊好了 你可以救我一個禮拜嗎 那肯定是OK啊 350塊而已耶 對這好像太少了耶 哈囉大家好 希望你觀測站要開信箱囉 你生活上有什麼遇到的愛情煩惱嗎 或是你在感情上有什麼難題沒有辦法解決嗎 我們一起來幫你解決 然後給你一些小小小小的建議 歡迎到鬧大學的臉書粉絲專頁 資訊我們內容寫下 其實觀測站信箱 然後寫下你的生活難題 或是你想要分享的故事 最後再扶上你的綽號 我們會在每次觀測站的最後 信箱之間挑選兩篇來做回覆哦 歡迎大家到鬧大學粉絲專頁 資訊我們 好希望大家踴躍參加謝謝你們 掰掰 那假如就是對方 他平常就是一些小錢 就譬如說飲料啊 25塊30塊 忘記帶錢了借我錢 然後一直累積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都沒有還 你會在意嗎 我覺得不會啊 正常來講 我請他飲料 或者說他請我飲料這種東西 我覺得 在我理解之中的情侶 是正常的吧 可以吧 就是我走了就不行 不要 你沒有錢 那你為什麼不去打工 他是學霸 他每個學期都想拚書卷 我覺得可以啊 我可以負擔 我覺得這沒差 如果不打工你就要認真念書 如果你不認真念書 你可以去打工 或者是找其他興趣之類的做啊 因為是女朋友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 他會自己去做事 而不是一直靠別人去養他 如果是幾百塊內的話 那就算了吧 那如果很長 非常長 那可能就不會跟他來往吧 你覺得最多可以借到多少 他是我女朋友 有多少借多少 今天買一台新的 我也不懂就 什麼都改 什麼都最好 我要去賣剩了 他說 Baby你可以賣一顆剩借我錢嗎 我可能會答應他 但我實際上不會做到 先哄一下 先哄一下 以外以內 五六千最多 四五 五六 之類的 因為你們有一個極限嘛 那所以如果借小錢的話 你們自己會記帳嗎 會記 他借一次然後我就 計算機 截住然後傳給他 好酷喔 觀光餐旅 通通 路邊 番茄 可能一兩千吧 那剛剛有男生說到說 他會借錢去改車 你可以借什麼 不行 我就說我不借 他說 你要買家喝水的錢 被偷了 那跟他媽借啊 我家 家裡還有 那個主公主婦要養 那就借他 然後借了之後 他拿去改車 氣瘋 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有 跟別人借錢的習慣的話 你會介意嗎 我會問他說 你有這麼窮嗎 看他為什麼 都不帶錢 忘記帶了 如果是他在那邊 我一定要惹他 我覺得我會傻眼耶 這個人很奇怪耶 感覺很不負責的 就是如果是外人的話 在大家的觀念之中 借一兩次沒關係 但是一直在借的話 別人對他的觀感很差 那這樣子的話 之後會沒朋友 或者說之後 大家就不敢再借他錢了 這樣子的話 得不償失 所以你會直接跟他說 你這樣以後會沒朋友這樣嗎 對 我會覺得 直接講就好 比較方便 比較直接 也簡單 那就是 看他朋友接不接受 覺得不太好啦 但是我也不會講出來 那如果你女朋友在外面 就是有一些 不好的風聲的話 偶爾會說 欸 大家都會這樣講你 看他會不會覺得怎樣 因為女朋友說 欸 又沒關係 那就爛這樣嗎 對 那就爛啊 他就傳一個那個什麼圖片給你 我就爛 那我就 跟著爛吧 我說說 幹得好 省錢 積少成多 以後變大瘋 超偏袒的耶 不太行耶 就是如果我覺得他要借錢就跟 比較親近的人借吧 家人或男朋友吧 我就跟他說 你要借錢 就是不要找朋友借你 要借我可以輸的話 我就先借你 只要 他有一個 還錢的態度 我就覺得 那就可以借他 那就給你借10萬 然後一天換你10塊 這樣我才可以 跟你在一起一輩子啊 帥了 就這樣 我覺得我撩得很好啊 我覺得這個撩得不錯啊 OK啦 我完了 就問一下男生其實真的 對女朋友好好喔 對 大部分男生都不太會計較 就覺得一直借一直借 我這樣問下來 其實很多人也都是會說 主動還啊 不然就是 寫下來說 欠誰啊 但我覺得其實就是用借的都還行 他如果有表示要還你的話 好像都還行 我之前有遇過就是 就說我最近真的沒有錢 你可不可以 給我一些什麼費 我的天啊 你朋友還是男朋友 曾經的男朋友 後來當然是分了 可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分數 他是就是 就是 可能一兩百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還OK 可是我覺得是尊重一點 因為我一直覺得 大家有困難啊 不管是朋友或者是情侶 都是 互相幫忙啊 也不用去計較 因為大家就是分享嘛 對 可是直接用藥的 去當下感覺 其實真的蠻差的 主要是那個態度的問題 還有想法的問題 因為 有些人真的是想說 啊我現在真的忘記帶了 所以你借我一下 我下次還你 不用還你 可以 下次請你喝個飲料啊 可是 如果你是故意 沒帶錢 然後讓人家去付 或者是 很長 然後覺得沒關係啊 反正會有人幫我付 這樣的心態的話就不好 除非真的是 遇到那種就是很白目 有嗎 我真的有欠以前嗎 如果真的遇到那樣的話 就真的會算了 就是覺得 喔原來他是這樣子的 所以 大家還是不要 因為錢這件事情 雙感情啦 真的 如果真的有借人家錢 或是 跟別人借錢的話 自己真的要記親情 要記住 我跟你講 最貴的不是錢 是人情啦 好現在是我們的 信箱時間 第一封是來自我們的里長 我現在雖然沒有很想要交女朋友 但是我覺得我長得不是很好看 也不會跟女生聊天 主動跟女生開話題就會緊張 我該怎麼辦 里長 你是里長耶 你怎麼可以不會聊天 里長說 人言善道啊 那我覺得這真的要開始練習 然後 要開始嘗試跟女生溝通 因為 現在是學生 但是之後出社會 還是會遇到很多異性 那 聊天的地方可以開始慢慢嘗試嗎 我覺得可以從 雙方 都有興趣的話題切入 這樣子 比較可以自然的產生話題 然後也可以善用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話 你可以說 這個東西好像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什麼什麼 是 你平常比較有接觸 你可以講比較多的東西的 我覺得你長得跟我媽好像 長得好 哈哈哈 反正他沒有要交女朋友 哈哈哈 要避免直接的疑問句就是 你今天好嗎 嗯 你吃飽了嗎 你可以把它換成 你今天吃什麼呀 然後他回答了這個東西 譬如說 蛋餅 然後說 哦 蛋餅耶 你吃什麼蛋餅啊 我也蠻喜歡吃蛋餅的 然後就可以去 延伸接下來的話題 然後 就是 因為男生跟女生的 聊天內容真的會差蠻多的 所以有時候也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女生在流行些什麼 然後你們在聊天的時候 也比較好接求 然後知道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大概講一下 就你自己的專業 或是擅長的方面去聊 好像也可以 就會讓人家覺得 欸 你有專業度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有一件事情是 先不要在乎 對方是女生 你就把它當成一般的 普通朋友啊 男孩子去聊天 因為如果你太在乎這件事的話 你就會害怕 然後害怕你就會表現不好 你表現不好你就會緊張 你就會覺得 啊 自己沒有做好 自己不會聊天 然後就會開始 然後如果是把它看成是一般的朋友啊 去聊的話就會輕鬆很多 那我們現在第二封是來自 阿都的 他說 跟女兒也分手一個禮拜了 一整個禮拜都有點心思走漏的生活 時不時還會想到跟大家發生的事情 好險朋友知道後都會找我出去玩 吃飯跟喝酒 有什麼建議能讓我回到正常的生活 這個感覺應該蠻多人都經歷過的 然後我覺得有點 粒粒在目 不管你是因為失落感還是不甘心 今天就算你弄丟了一個你很心愛的東西 或是強制去改變自己的習慣 其實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然後分手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網路上很多文章都會說 你失戀了 你就是要充實自己 你就是要去什麼健身 去學外語去做什麼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好 讓他後悔來找你 這些都是對的 但是都是屁話 還不是現在的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面對悲傷最好的方式 不是逃避 也不是讓自己更忙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其實是 直接去面對你正在很傷痛 你要去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有時候就算你理性知道 他就是不愛我了 就算我把他追回來好了 他也不會像以前那麼愛我 就算你已經接受 愛你的那個他已經死了 你還是會難過 還是會不甘心 還是會痛苦 甚至有些人會開始自卑 就說是不是我真的哪裡不夠好啊 我是不是怎樣 所以他才不要我 然後你背上的時候 先說 我不建議你跟對方 還保持聯繫方式 我會建議全部斷掉 因為現在你還不能承受這些 但是你可以去 去看你們過往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去接受 那些是真實存在過的 但是現在不是那樣子了 然後你可以好好的大哭一場 像我自己那時候 是會瘋狂的找朋友出來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因為朋友會常給你一些建議 譬如說 他之前就真的不好啊 他之前就已經怎樣怎樣怎樣 朋友那些話其實是可以 很大程度的幫助你的 我覺得是每一個階段性的 就不然我們充實自己 它是一個階段 那個是你需要去改變的 可是在每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要把 每一個階段的 情緒管理好 所以在每個階段的情緒 是會不一樣的 那我們呈現出來的感覺 就不一樣 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你失戀然後你這樣子 趴在那邊哭也改變不了什麼 可是 我不哭也改變不了什麼 啊我哭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發洩我的情緒 至少我沒有把所有東西 都壓抑在心裡 因為要知道的是 我們現在沒有去面對 以後也會去面對 因為以後 有什麼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可能就會連結到 那一段記憶會更痛苦 你把自己整理乾淨之後 你才可以將來 更好的面對這個問題 我之前有做過一件事 也是初戀 我那時候 把每一天的狀況都寫下來 我真的要講 欸真的嗎 對 你做過嗎 真的 我覺得寫下來是非常有幫助的 反正就是當下的情緒嘛 想罵他的 或是想他的 反省自己的都寫下來 然後其實你之後在看的時候 不管你走出了沒有 你會比較清楚自己 這段練習你學到了什麼 就寫作的過程 其實會讓你更整理出一些 理性的東西 然後其實那些理性的東西 也是可以抑制你自己 無止境的鑽牛腳尖的 現階段呢 就是面對悲傷 你可以去寫下來 然後可以去 瘋狂 找朋友 哈哈哈 朋友加油 哈哈哈 朋友們加油 對然後你可以就是大哭一場 你可以去翻以前的東西 但是你們之間 真的不要再聯繫 然後這是目前給你的建議 那如果你真的度過這一段之後 比較沒有那麼難過了 就去充實自己成為更好的自己 好 加油加油 今天信箱時間就到這邊囉 好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呢 也可以到我們鬧大學的 FB信箱來信喔 謝謝你們 掰掰 好啦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噔噔 喜歡真訓練的話 可以去訂閱真訓練的頻道 還有喜歡香菜的話 可以去訂閱貓語香菜 接著我們就看下檔節目 GO啦 掰掰 歡迎收看 Planet大亂鬥 我們來找同學 鏡棚跟我們一起 參與我們的遊戲啦 今天呢 我們就是 校花 金頭腦大賽 鏡頭超爛 我高中都沒有及格過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什麼真呼吸 可是我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呼吸 我在節目到展示 哈哈哈哈 你兩顆一樣都大耶 他臉書也在服 所以你有雙重能做 斷片後的另外一個磨 無塵遊戲喔 我知道啊 在今年節目裡面的那個 我就不懂 這樣 成中二對不對 喔好痛 真是頭很痛啊 好 因為我這樣很難看 因為你昨天那天 人家在這集後面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